創意比財 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齊福章 我是黃培索 大阪今天來到10512 當然上禮拜五 還在懷疑他是不是另外一段推動 今天再持續上來 這是日線 如果你看這小時線 大概應該比較明顯 他是另一組推動在走了 這個是小時線 細微的賣動大概應該是 逆波大概不會長這樣 他應該是一個推動 沒有錯 一個推升往上 表示他是另外一組賣動 也就是說他之前這個地方 等於是他這個地方 做一個很簡單的整理 現在往上推 現在從10204 大概也推了300一點 大盤補分 期貨結構大概也是一樣 我說這種架構 你還是要把它釐清 那不能硬來 不是說這個地方長高 一定要空 你可以空 可是你停損要射好 如果他推出去 你就不能再一直再空 偶爾空一次對不對 那個關鍵臨界 臨界的架區空一次 不對就不能再空了 很多人不對就硬要空 空到對為止 這是很錯誤的一個做法 好 那明明他就推動了 好 那推動了 這個2621號我說不管這個結構 你注意看他藍色的 12345 那是第五波 那他上去以後 他這個第五波完他會整理 對不對 事實上從10022上來也有整理 或是說紅色的這123 那這3的話就是從這個地方 我說他大概是3-5的 39 第9個小賣動 12345678 9都弄 從這個地方9660 12345678 3-5 那這3 既然目前看來 應該是走紅色這個結構 那紅色這個結構長怎樣 我說不管那兩個結構 這個這一段推出去 那這一段他應該是12 然後這個就整組脈動 好 那當下的話 2月16號是推到394 對不對 這個地方他是394 這個地方他這個脈動是走完 他要先進入一個整理 最後一個脈動10022上來 10022上來 好 那這一組結束對不對 他確實也整理 只是說他整理就這樣 10400他一個 簡單的一個整理到10162 那推上來上禮拜有到10430 當然還沒有脫離對不對 你今天來10487 大概這個結構應該是從10162上來 他是一個推動沒有問題 那這個推動代表他是 大概是走紅色這個結構 那現階段應該是在走 第五個脈動往上 他是另外一組推動 他是另外一組推動 好 那另外一組推動的話 10162上來 你這一組推動上來 現在是追蹤這一組對不對 這是小時線 這個是15分鐘線 10162這一組上來 這個地方做一個橫台 這個地方這是小時線 當然小時線你看不出什麼脈動來 還是可以抓出來 只是說如果用15分鐘線來看 他那個脈動會更清晰 每一組每一組脈動會更清晰 好 那現在定調他從10162上來 他是另外一組推動往上 好 那推動往上的話 10162在這裡 另外一組推動往上 你這邊整理 從這個地方再看 從10322這個地方 不過這個地方 因為他明顯他是一小組 一小組 然後拉回 所以說這個結構這樣子 乍看之下 他應該還能夠有機會怎麼樣 再持續往上 再持續往上 不是說因為他長高就不會動 我說那個結構要完整 結構要完整 之前推到394 我說他進入整理 那因為他結構完整 有沒有 是因為他結構完整 所以進入整理 你這個結構要完整 10022這邊12 然後3裡面12345 然後這邊又一個12345 這完整所以他整理 確實也整理一段時間 對不對 整理了一段時間 就整理這段時間 其實不長 真的是很簡單的整理 整理完又上去了 又上去就是從這裡10162上去 上去以後 一樣他的結構要完整 才是比較有機會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甚至說搭配前面 那有可能12345大幅 那就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這個都要建構在 這一個脈動上來 10162上來 也就是說這個脈動 大盤是10204上來 這個你就看小時限 10204上來 這一組脈動要完整 那這一組脈動 目前看來 這邊有一小組 大概這是一個1 這裡只是一個1 這邊有一小組 這邊有一個1 然後現在應該是3了 所以他這個結構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你如果說遭錯齊全的 你硬要空 那應該是比較 逃不到便宜 你順勢做要怎麼樣找買點 順勢做要怎麼找買點 因為他現在目前 大概另一段在推升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這個先把它確認住 先把它確認住 而不是說硬要每天要去空 他不是 關鍵時刻 可以嘗試做 可是我說那個都是 你就是要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 你過那個2 30點 就是一定要停損掉 你要順勢做 停損掉不要 就是硬要還要再把它 空到對為止 那個就會輸很多 那不行 我說你要小賠 大賺 小賠大賺 藏起來是贏家 那只要錯了一筆 那你就要重新規劃了 那他事實上是在往上推 他說他事實上是在往上推 對不對 那推的話你看他這一組 這一組的話 他這個大概應該是一個 小出生罐的1 2 小1 某一組裡面的一個1 所以你這個怎麼看 大概應該都 還有機會持續往上攻 這是期權的部分 那整個脈動在運行的結構 你要先把它釐清 那個運行的方向 先釐清以後 你再去找買賣點 那在那個運行的結構 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 完整架構的時候 你可以逆勢操作 如果沒有的話 他整個結構還在運行當中 你就不要 盡量不要怎麼樣 去逆勢操作 這樣會做起來會比較順 這樣做起來比較順 大不了就是說沒賺到而已 不要去賠到 你順時去操作 如果說真的找不到切入點 暫時他結構也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你就先暫時 不要想要去 貿然去進空單 對不對 這是期權的部分 當然漲多他勢必會拉回 可是那個拉回 你要去評估他幅度大不大 如果說不大 你去操作他其實是怎麼樣 風險也很大 獲利也不多 那就乾脆就不要做 你順勢做 其實你不要預設立場 他要推到哪個地方去 所以順勢會比較輕鬆 會比較輕鬆 這期權的部分 目前大概是解讀是這樣 我說盤氏給我們幾分證據 我們就跟你分析 多少訊息 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而不是硬來自己這樣子埋頭苦幹 你愛看什麼方向的硬要這樣子 不行 都不行 一定要客觀 同意一定要客觀 要謙遍面對行情 同意要謙遍面對行情 這期權的部分 當然是期權的部分 才有在那邊斟酌說 那個買賣點 那個結構 針對回來個股的部分 我還是可以強調 你個股的部分就不用擔心 就一直去積極去找股票做多 沒有問題 就選股的問題而已 對不對 那選股如果說選得不好 一定怎麼樣 要積極的換股操作 第一時間把錢拿回來 把主供權放在自己的手上 發球權拿回來 這樣會比較輕鬆 然後持股不必多 我說我們這維持都是 最多就三檔個股 雙股會才兩檔 這個才一檔 一檔一檔來 譬如當股就一檔一檔來 一檔做完你不用擠 一檔做完再換下一檔 雙股也是這兩檔做完 在可能中間再調節 一定要調節才可以叫新股票 這是我們很堅持的 你普通就三檔三檔三檔 你三檔就是滿倉的 不會再叫 一定要調節換股 才會再叫新股票給你 我說這樣的話 你真正如果說 這股票 這一批我們股票買得不錯 那確實你是贏家 因為你就只有這些股票 沒有其他股票在套 對不對 這樣才是真正的贏家 我說其實這個部分很重要 而且去落實 落實怎麼樣 積極的怎麼樣調節換股 這個很多人嘴巴講 很會講 其實食物去做 做得很差 這一部分我們做得不錯 做得很好 就是你真的是食物 去調節換股操作 一定要懂得換股調節換股 長期才會是贏家 每個老師都難免會叫錯股票 可是如果說你一旦叫錯 你都不管他 那其實第一個資金就卡住了 你根本其他後面的股票 跟你就沒關係 而且重點卡住 還有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會硬是怎麼樣 敗部貪平 敗部再加碼 再敗部再貪平 一檔就掛了 不用做了 一檔就掛了 掛得不是在買 掛得不是在買 不行 絕對不要有這種心態 絕對不要有這種心態 不對你就是不對 你第一時間先 先把資金抽離再說 被騙了 被騙算你還有其他股票可以做 臺部還有其他股票可以做 這是股票的部分 臺部其實股票的部分 我之前就跟你談到說 其實這一些 這種行情 你就算他怎麼拉回 就是 你就算他再拉回 這個地方我們還是堅持 一樣都做得多 都沒有問題 就算他再拉回多一點也一樣 這種你再持續這樣整理 或是他拉回一樣 都沒有問題 他就算震盪 現在剛剛推出去 那根本沒有問題 所以是選股的部分 選股的問題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個股的話 當然我們會 調結換股才會有新股票 可是這種股票 是今天才剛買的 當然這個之前跌了一大段下來 這邊有一個推動 有一個五小段 五小段以後整理了 也是大概都在刺激上去 也是翔制整理 大概就拉出去 應該這股票 大概應該現階段 應該有機會 因為他是走一個就是三 三就是組成段的結構 這邊有標是一個三 大概這個結構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一個小五段 然後一個整理 一二 然後這個大概一個三 這細微的賣動 這是一個組成段 然後這個三 這個結構像這個位階 當我們把錢放在 這種位階的股票上面 當然就是怎麼樣 他可能順勢會推得比較快 因為其實做這種股票比較輕鬆 當我們會去佈局有一些 準備從這個地方有機會起漲的 可是那一種股票說實在要有一點耐心 要有一點耐心 有時候他暫時不動 或許一個禮拜後才動 可是這禮拜後你就會很煎熬 所以有時候像這股票進去了不太動 有時候我會把它調節換股 把它調節換股 先動的先做 先動的先做 不動的 因為資金不用那麼多 資金沒辦法那麼多 像法人這樣佈局 佈局完了 其他股票不錯 我再佈局 其他股票不錯 再佈局 沒有那麼多資金 所以做法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這個股票是目前看來是一個主升段 一個主升段 應該是這樣的話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事實上今天我們切進去 他也是怎麼樣 很快的拉到漲停板 也切得很漂亮 也是很快的拉到漲停板 你什麼時間的去切入 這個很重要 這檔股票…好 其實他這個後面的營運動能 確實 我看了一下 確實是大幅度的成長上來 確實是大幅度的成長上來 之前他跌了一段 這個是前面跌那一段 我沒有畫出來 之前他是跌了一段 跌了一段以後 應該被阻底 阻底 阻底的過程 當然他的整個營收動能 持續在上來 股價自然就還他工作 自然就有機會走出這個 所謂的什麼主升段 自然就有機會走出這個 所謂的主升段 這個結構他其實重視環環相扣 如果說你沒有那個營運動能 其實那個結構就大概 不容易走成這個樣子 他也許三段的 然後又三段的逼回來 然後又一個吸到這邊混來混去的 可能性比較高 譬如說很多股票他是落底 可是落底的股票不代表 他一定能夠回升 大部分十之八九 一百檔到九十五檔以上 落底以後他就在底部怎麼樣 混來混去的機率比較高 大部分的股票 然後會落下來有他的道理 營收各方面什麼通通衰退了 數字也不見了對不對 整個大幅度衰退他要落下來 比如說跌了五波 老實跌了五波就一定漲 不是 跌了五波是暫時落底 只跌 可是只跌要回升 要有所能耐 什麼叫有所能耐 他的營運動能要能夠出來 這個很重要 不是你常常聽我講 老師 五波落底 落底就往上走 沒有 落底是說他這一個脈動暫時跌完 跌完以後他可能就開始在被ABC 可能會整理很久 有的甚至五年十年都還在整理 所以不是落底就一定會回升 落底以後 第一個限學條件 這股票落底了 落底以後你再去檢視他 有沒有營運動能 有 有的話你這個A波彈回去 就算有營運動能 他還是會有個B波回來 你坐坐那個C波上來 那個就比較有機會 走一個回升的行情 那都需要打底一段時間 需要打底一段時間 這個就大概 這個地方大概底部也是整理完 然後有機會往上走 這兩股票 好 之前跟你談了這個細狀 其實這個也談了很久 確實他今天也就在創高 141.5 8016西創 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我們一直在跟你談 其實這邊很多人是失去信心的 我說你其實這個地方 就如同245四聯發科的這個地方 事實上你自己去比對是不是 我說他這一段推出去 然後整理完 推得很小一段 然後拉回來很久 推出去有沒有 8016西創也是 這邊一個小的書中段 然後整理很久 然後推出去一點點 然後拉回來很久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他確實也從115長到141 這一段 這一段你自己看他 245四聯發科 我之前跟你比有沒有 有沒有一模一樣 這個地方 這個都不是說他今天掌上來 跟你談馬後跑 這個地方是在這個地方講的 其實這個地方大概很多老師不講了 以前很多人在談譬如說8016西創 長了他開始講 跌了他不講不講不講 最近又在講 因為又創高了對不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還是持續跟你談 我說他結構還是沒有問題 他結構還是沒有問題 你看我說這個地方 你比對2379瑞玉 你看瑞玉他這一段是跌下來 8016西創這一段是往上上 有沒有不一樣 很多都不一樣 我說那個你可以去互相比對的 他的一個基本面的運動能 沒有差那麼多 沒有差那麼多 這些都是要在之前講的 你現在已經他漲上來了 在分析那個就是馬後跑 那就錦上添花 錦上添花 你這個地方你要堅持 這個地方很重要 他說這個地方很重要 要堅持 然後這8016西創 好 8016西創 新巨科當然這個股票 比較特殊的股性不一樣的 你要怎麼去應對進退操作 這個更重要 投資這個更重要 新巨科這兩次 最近這兩次做的 做得真的漂亮 雖然說不是賺很多 十幾塊錢 可是確實也漂亮 25號我說這個還在走 所以25號我還在買他985 這其實有點高了 可是他會動 他會動 結果果然又動動動 然後3月5號賣他109 賣109那一天其實是收最高 可是這個其實他當天收最高 能夠怎樣 逆勢拔擋 要違反人性的操作 可是我看他的股性 他就會這樣 他就會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3月5號那一天收最高 把他賣109對不對 隔天一點點高就下來99 這一根 差不多這一根 對不對 好 然後我說下來以後不要急 先等他一兩天 等他一兩天 3月11號 我說這個結構應該這樣 還有機會 還會再上 所以我3月11號又買他102 那買他102對不對 買他102 對 幾乎就買他最低了 差不多那天最低就是101.5 那天最低 3月11號最低就101.5 我們買他102 買他102怎麼樣 他上 隔天就110 這就對了 這3月11號買102 隔天110就對了 對了以後隔天又來到113.5 再來衝到120 這個又是怎麼樣 又是量價其量 又是收最高 我們又是在那一天把他拔檔 當然拔得早一點點 我們賣116.5 117左右 可是差不多 差3塊錢還好 差3塊錢還好 沒有賣他最高 最高是120 3月14號那一天又收最高 我又看那個又準備要量價其量 我又把他抽腿來 又把他獲利拔檔了 有沒有 10點42分又賣116.5左右 獲利出清 那獲利出清對不對 等於獲利出清對不對 對啊 你這個14號獲利出清 那天收最高120 隔天跌停108 差不多隔天跌停108 今天被警示了 今天5分鐘一盤了99 最低99 這一來一回差很多 差不多你116賣今天剩下99 一下子兩天差了17塊半 將近18塊錢 兩天而已 兩天差了將近18塊錢 你那個沒有毅然決然拔檔的話 今天剩下99塊錢 差很多 所以你看我們說這個股性 他就長這樣 那個個股的股性不同 操作的手法就不一樣 那事實 3630新劇一顆 你看 這一個紅棒 黑棒以前那一根也賣掉 這一個黑棒以前的前一根也賣掉 那也是很漂亮 有沒有 那他現在就下了這個 那現在這個地方是不是一直往下走 倒也未必 倒也未必 可是他現在5分鐘一盤 警示了其實也不是那麼好操作 不是那麼好操作 就再觀察一下子 我說那個發球權 拿回來在自己手上很重要 如果說你沒有出 你沒有出 我們買102 如果你沒有出 其實最後一次買也沒有賠錢 也沒有賠錢 可是沒有賺的 那沒有賺的話變成說怎麼樣 就再看看 再看看 那發球權就在市場了 主控權在市場了 他要讓你解套 不讓你解套 讓不讓你出位置數 發球權拿回來手上 我這個我要不要可以再進 可不可以要不要再進 我們來決定 而且一來一回差很多 頭部是一來一回差很多 這位新劇科 3630新劇科 好 那洪碩我說 這個雖然說這種結構看起來 我說我認為他應該還是有機會 持續往上推 一接一接的推上去 那個結構會比較不一樣 擴延再往上走 那市場最高 他最高也有來到55.9 55.9 3092的紅塑 今天也還不錯 對不對 這個地方你看他 持續一接一接往上再創高 你看這邊如果說 老師他12345就結束 他還推出去 還能夠再推出去 如果說還能夠再推出去 至少他就會九小坡 至少 有一波擴延至少是九小坡 至少 我講的是至少 未必只有九小坡 未必只有九小坡 因為他不是那一種九坡格局 他是12345坡 然後某一段擴延 或是甚至兩段擴延 兩段擴延那個就不一樣了 懂意思嗎 所以事實上也對 對不對 我們跳一下 也是往上這樣一直在推 也是往上推 那個結構 他後面重點是營運動 我說營運動一記 尤其是第七字 你來看一下他的公布的那個數字 3092的紅數 對不對 好 瑞宜我說你就會持續推升 那天是推到100塊拉回來 今天還是要補上去 6176瑞宜 上禮拜五是衝到100塊 拉一個黑棒看起來很醜 其實也沒有 也要長上來一些 對不對 也都還OK 還OK 當然這個衝到100比較容易洗 可是洗一下你看來是還可以接受 是還可以接受 結構還沒有破壞 結構還沒有破壞 他衝出去拉回來 你要注意看他 結構有沒有破壞 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好 這是6176的瑞宜 太勇的話 我說這一根下來 這一根下來 其實那一根現在目前那根下來 大概目前看來也是最低 也是最低 那一根下來 黏住了5天 5 6天 當然今天有再上來 重點是你那個買點 你那個買點要買得好 我們那個買點切入幾乎 大概都是最低 你不要說買在這一根起跌的時候 那下來當然就套住 套住現在也是套住 你買在這一根殺… 殺到最尾端的時候再來買 殺到最尾端的時候 那個結構就有機會 你至少成本很低 你現在都要獲率蓄包 就比較無所謂 雖然說賺得不多 賺得不多 可是你是獲率蓄包的狀態下 看盤的心情就會比較愉悅 而不是套住 對不對 而不是套住 6666的太勇 好 我說這個結構 有沒有機會推另外一段 當然時間不能太久 時間太久的話 他會整理更久 那就要考慮 像譬如說我們現在來評估 好 我現在買了貨率蓄包 時間再拉太長 我會評估說 他可能持續整理的機會很高 我就會把這個錢拿出來 怎麼樣 再換骨操作 要積極去做這個事情 要積極去做這個事情 才有效率 你的資金運用才會有效率 好 就太勇 01我說這個是長線的結構 慢慢慢慢往上推 這走得慢 可是結構應該是很紮實 這結構很紮實 好 VHQ我說這裡有個出生斷 今天還衝到191 現在就拉下來 創高了 這4803 還創高 當然收這根也不漂亮 可是這個結構 你要看長線 如果我說它長線的架構有爆點 有爆點 時間不太夠了 我本來再講幾張股票 好 我說個股的部分 我們中規中矩的操作 我說你只有這樣子 堅持這樣操作 沒有什麼花俏 才可以真正到最後是贏價 認同理念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公開運印章 頂級手工銀行硬件 公式箱材質100種 期待章胎毛筆免費银額立法 台北29226422 波浪有尋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抽窗進化波浪 更省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金車線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免工具 運達投顧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術人員 進行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戰部消防署關心您 嗨 大家好 我是汪子曼 即使高速公路應保持安全距離 在郭道上 小行車請將速度除以2 大行車請將速度減20 進入雪山隧道時 以前車保持兩個細行線 或是以前車保持兩個消防霜的距離 這是大約50公尺的距離 大行車則需以前方車輛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離 才有足夠的時間來應變突發狀況 千萬不可以跟車太近 歡迎來到節目下 總共我說大盤的部分 整個結構你要確實把它釐清 現在從這一段204上來到目前的高點 它應該是另一組脈動在推升 這個結構你要先把它釐清 先把它釐清 好 我說個股的部分 我們中規中矩的操作 沒有任何的花俏 我說這樣你長期才會是真正的贏家 認同理念 歡迎跟上腳步來 祝大家操盤順利 謝謝大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功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詩聘償並自付投資風險 现在 杀与特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优特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本期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并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学校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波浪理论 求创进化波浪 更选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迎戴股市的起跑点 请追星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投顾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得家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27810909 27810909 转发 三千ché 中文字幕 李宗盛